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到這一包羅宋湯 現在合作社有新推出一些湯品 那像羅宋湯我就會搭配我們的原味麵條 之前我跟大家介紹過菇類湯類的那個湯品 我就會夾烏龍麵 那這個我就加我們的原味麵條去測試 這個羅宋湯它有兩種加熱方式 跟我們之前的巴西蘑菇雞湯跟猴頭菇山藥雞湯一樣 一個是放電鍋 一個是就像這樣子 我倒在鍋子裡面加熱 記得把它煮滾就好 然後你一定要蓋上蓋子 因為蓋上蓋子水分才不會蒸發 味道才不會跑掉 也不會再多加水或什麼了 就是原汁原味去加熱就好 然後這邊我想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日常生活當中實踐的 我們可能在很多時候 沒有辦法避免塑膠的使用 但是我覺得如何回收再利用 讓它重複不停的使用 利用它 我覺得這個課題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在生活當中 完全不用到塑膠 那麼就是重複使用它 像平常的這些袋子我都會收起來 洗好晾好 然後把它收好 我需要用到的時候 或者是我今天要分裝蔬菜的時候 我就可以拿出來用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這樣做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麵條 我們看麵條的時候 你要看它的包裝後面 都會告訴你它要煮多久 你就根據它上面的時間去做 所以我同時加熱羅宋湯 然後又同時煮麵條 我這一餐的準備時間就很快 因為現在我們合作社的社員 年輕化而且雙薪家庭很多 所以減輕媽媽們的負擔 然後也便利三餐的準備 是我們合作社跟社員一起成長 跟努力改變的方向 所以會看到接下來的東西 可能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我自己是半包的羅宋湯 我就取一半起來 然後我的麵條就是一束 我也是吃一半 我個人的食量是這樣 但是我會再增加額外的蔬菜量 所以看到我還多了蘋果 然後多了生菜跟小黃瓜 這邊看到的馬鈴薯跟那個紅蘿蔔 都是我們看甜甜過大哥的 那牛腩呢使用的是我們的國產牛腩 就是我們架上錦鴻的台灣牛 那還有看到黃豆芽 黃豆芽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邊比較怪一點 但是這樣實際上去嘗試 其實覺得也還好啦 大家就多一點不一樣的 食材的味道的衝擊吧 它也是我們的合作社的指定原料 鼓勵大家都可以多多嘗試看看 然後找出自己喜歡的 好囉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